午茶时间带你来看烤鸭料理 您知道吗 鸭料理其实也曾经是清朝皇室的御用菜 像是康熙皇帝他最喜欢吃的叫做酥炸的立荣鸭 而慈禧太后呢 他最喜欢吃的是烟熏的张茶鸭 这些料理呢一定要遵循古法 这吃起来才会到底 香酥鸭 立荣鸭 张茶鸭 光是一只鸭就有三种做法 口味上更呈现不同风味 首先这道湖南名菜香酥鸭 顾名思义除了外皮要酥脆又软 肉质更得鲜美香口 而为鸭肉增香的关键 在于腌制的反复工序 首先得将鸭骨敲碎 被碎骨后全身软啪啪的这只鸭子 还得经过食物跟满沙鸡 表示鸭骨肉带的味道 先理解料理酒 然后这是椒盐 让它按摩 为什么要按摩 加上香料吸取各方精华的鸭肉 再浸汁一个晚上后才可以放进蒸笼 这蒸差不多三四个小时 让鸭子全部都暖嫩熟透了以后 到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在炸的时候 它的口感才会呈现外酥内嫩的口感出来 蒸制手头软嫩的鸭子 最后再炸十分钟 这道让师傅又蒸又炸 耗时至少一个工作天的香酥鸭 终于完美呈现在大家眼前 炸到外酥内嫩的湖南香酥鸭 搭配软棉的饼皮 再加些香菜层次十足 同样酥脆喷香的 还有这道广东老菜 麗蓉鸭 麗蓉鸭指的可不是掌容的鸭肉 而是经过炸的过程 让香盛芋泥的鸭肉 呈现出一层的毛绒堆叠的感觉 像这个须须这个皮这样子 有没有 其实它是很松软的 你剥它随时会跑掉的那种感觉 麗蓉鸭又常称作为 芋泥鸭 是康熙皇帝爱吃的一道宫廷名菜 很 芋头是当时一个很盛产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的厨师是想说 可不可以把这个 鸭子跟芋头做一个结合 连康熙皇帝也受不了的美味 其实就是用芋泥包裹卤过的鸭肉 再经过酥炸 但要能够炸到香酥不腻的口感 芋泥一定要加料处理 加了白油以后再加一点炖面 因为芋头里面含油脂的话 炸下去它才会松开 它才不会硬硬的吃起来 还是像芋头糕那种感觉 只见师傅把加料的芋泥压成两片皮 就可把滷好的鸭肉给包了进去 撒点太白粉就可入锅炸 酥脆的声音十分有人 就是这样外酥酥内扎实的口感 让康熙皇帝一吃上瘾 相传慈禧太后也爱吃鸭 只不过她爱的是这道章茶鸭 可以慈禧的胃口不好 那时候可是他们就想说 要怎么让这个鸭子有那个香气 那时候就是因为有进攻一些 像樟木茶叶这些高级的东西进去 里面的厨师就想说 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 这道为慈禧太后 特别准备的张茶鸭 是将传统的熏鸭与卤鸭的烹调方式结合 首先卤水的部分得先爆香 因为姜本身你不给它爆香的话 它出不了这个味道 对 它那个香气也没办法去水 这是绍兴酒 这是绍兴酒 淋上了酒香厌户 余韻绵绵的绍兴酒 让滷汁香气更有层次 像药草液一样 然后这个滷的过程的时候 都要说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左右 要滷这么久 对 要主要是让它鸭子暖嫩 而且让那个中药的味道 已经吸附 确定要吸附到鸭子里面了 那我们刚刚这只鸭帮它做药草液了 现在起来就帮它做个SPA 鸭看它是不是软嫩的 有弹性的 滷到鸭子软嫩Q弹之后 就能进行最关键的一道步骤 烟熏 那蒸汁最主要呢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乌龙茶茶叶 跟我们张树的木屑 茶叶的话 要让它基本上有茶香的味道 那张木呢 因为张木有特殊的一种香气 经过香气园的张树木屑 及乌龙茶香 所烟熏出来的鸭肉 色泽红亮 甜皮带肉一块品尝 外鲜内Q 吃家溜香 也难怪连吃片山珍海味的慈禧太后 都称赞不已 不管是宫廷名菜招茶鸭 利荣鸭 又或是湖南经典名菜香租鸭 炸的卤的蒸的烤的 做法极其繁不费工 但还是有尊重古法的师傅 愿意按部就班一步步来 就是希望让更多当代的食客 能够从细细品位之中 发掘出传统料理文化的美味神祟